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 尾巴已经剪完了 师傅给了两个耳贴 给它粘上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老是咬 它能够着 所以说只能让踏雪单独的关这个笼子来先养着 因为它咬其他的小狗也会咬 到家了啊 踏雪又给重新又做了一次小手术 但是啊 有个事就是啥呀 它剪耳朵的时候 我就没有心疼 但这个这个这个剪尾特别特别就是 怎么说说不出来那种感觉特别心疼它 但是应那个他新主人想要这种这种断尾的加大类 他没有办法 必须得给他做一下 但是听他这说断尾也有一定的好处 就是你毕竟毕竟他要是在这个屋里边 要是养的话 来回玩的时候没有尾巴 就比较干净一点 再一个他就是扫来回摆的时候打不着别的东西 是特别好的 尤其是啥呢 尤其是打斗的时候 也有助他另一方面的这个这个这个长度 没有尾巴 别的小狗咬不住它 再一个就是啥呢 它毕竟是斗犬猎犬嘛 断完尾之后啊 对于他自己来说啊 就有很大的优势 大雪还没吃东西呢 你给他留东西呢 我给他留了两个大鸡腿 你可以让他啃一下肉 然后骨头可以留下 嗯 就在笼子里吧 今天让他跟我供厨一室吧 没办法 断施的就不让他跟那几个小狗玩儿了 我去算一下 吃吧 怎么 门给你抢啊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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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赶紧 这边有肉 吃这边 还是不舒服 耳朵也不舒服 他粘上这个肯定不舒服 我一般弄的话就不给他粘 直接让他自己立起来 对他不舒服 牙齿很厉害 咔嚓咔嚓 你拽着吃啊 别老是坐到这一块 小鸭小鸭 小鸭挺厉害 嗯 踏雪的熏花越来越漂亮 你给我咬那个筋 这边肉 你吃这个肉 踏雪自己在这个笼子里得 最少在三天 三天就给他拆馅了 你等他愈合了就可以给他拆了 嗯 他毕竟路上吐了 你给胃盒 慢慢再给缓 先让他吃了一个鸡鸡腿就行了 嗯 今天晚上不让他吃那么多 嗯 要留了俩过去吃不完 他自己肯定能吃完 但是不能让他吃 嗯 刚才因为他吐了 嗯 别咬那个脆骨了 你吃前面肉 对 你把那个皮别让他吃了不行 吃吃吃 撕着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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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不是说不让你吃了 他现在肉的话基本上就是不嚼了 对 直接就吞了 嗯 有这个筋是吗 有个筋 没事 他自己能送下去 没了这个 嗯 这一个你看他肚子吃起来了肉不少 就这样 嗯 吃完了 就吃这一个吧 别别再喂了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踏雪啊 放在笼子上展示一下 看到现在端尾之后是什么样的提醒 站好 漂亮不漂亮 他去 他不害怕这么多 不害怕 这尾巴你看吧 就剩那么一点 就这么多了 两公分 嗯 行了 帅气 霸气的外表 今天你又在这睡吧 嗯 单独的睡 吓我一跳 行了 进去吧 你自己在这睡不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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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上 好 好的